那在assess裡面的東西,我都會把它查回來 那這個有好處啦,因為如果說 每個人如果像eSale,每個人都 電腦都一份一份一份,全部的eSale其實都一份,而且可能 檔案不見得都一樣的話,那很麻煩,你怎麼樣整合 你不能說 你今天查的結果,他跟他每個人的都不太不一樣 所以先要怎麼樣,先把它整合在資料庫裡面 要查的話 全部針對那個資料庫去查就好了 查回來之後的話呢 再放到 eSale裡面去做後續處理 這種做法的話呢,我想一般公司 多半會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只是我們怎麼樣可以很方便的幫我們查詢 第一個我講過了,因為 ADO跟SEQUEL是 光這部分的話,相關的書籍就很多了,光ADO就 厚厚的好幾本書啦 不過 你們所需要知道大概就是 主要就是幾個啦,資料庫的什麼查詢 最重要 怎麼樣把資料從 資料庫裡面查出來之後 放到eSale 第二個是什麼 怎麼去新增 資料怎麼樣 比如說這個會員資料有多一個會員,你把資料 再多一筆 寫到 SS去 將來再把它查回來 大概這兩個最重要 其他就不怕有什麼,再刪掉 如果有個會員退出了 你要刪掉那個會員 對 或者那個會員他怎麼樣呢 他更改了地址 或者電話 他要你幫他修改 那當然這部分如果說你都全部 依賴 同業以色的檔,那就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前台 你不能說 你跟會員講說 我這一台沒辦法,你要去那一台才可以 他可能一定沒辦法接受 所以通常任何一台都可以 連到共用的那個資料庫 通常是這樣做法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今天 我們不可能新增跟刪除 修改這個 時間上不允許 所以 至少你做得出查詢 新增修改刪除,這個應該 可以修改一下 什麼呢 這個Seql語法 這個後面有個Seql語法,你只要改一下 丟給他不一樣的東西 資料庫就知道幫你怎麼做了 這個範本其實可以再修改,改成你要的樣子 其實可以做出很多的 結果出來 OK 那這裡的話呢,我們要怎麼把 ADO跟Seql做連結 那這裡的話,第一個 我們把剛剛的程式碼貼過來了 第一個 當然這裡面的話 有哪些重點 我們主意來看 那再來就是說呢 第一步做完了 第二步的話呢 不過這邊有個 這邊有個 註解 我是把Input Box 註解掉 你把它註解取消掉好了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第一步是什麼 Input Box 查詢的條件是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Input Box 所以呢 剛剛好像我第一個 這邊有弄了一個 註解 你把這個註解先拿掉 然後讓他可以 讓他可以 出入資料 到這個S變數 那這個S變數 抓到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要跟什麼 跟資料庫 做溝通 那怎麼溝通呢 我們逐步來看好了 乾脆我在這邊設個中斷點 這個中斷點 我們逐步來看 他怎麼去查的 查的步驟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再來就是直接在 這個上面 因為我要的結果是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他會執行 這些 程式 那這些程式 做哪些事情呢 就是說 我輸入一個 中校東 他幫我自動在這邊新增一個工作表 叫中校東 然後呢 讓 這個 這個資料庫到 利用ADO跟SECLE去資料庫 撈什麼 中校東的資料 撈回來之後的話呢 幫我怎麼樣 放到這個工作表裡面 然後最後再怎麼樣 再切回來 切回來 我要的位置 那這個部分呢 我要怎麼去 處理這些 相關的動作 那當然第1個 我們 已經把程式貼過來 那第2個的話呢 再來就是 這是說的 我上面好像有寫了另外一個程式 我們逐步來 看我們的需求 這邊放過來 然後他已經幫我add OK 那 好 再來的話 我乾脆把直接 我看 丟過來 那再來就是說 確定幾件事情 確定你的資料庫 有沒有放在 我是 我這個地方程式碼是用那個ACDB 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的工作部 就是你現在這個工作部的旁邊 那他的旁邊就是會抓什麼 listworkbook.pass 斜線喔 一樣的目錄底下對不對 有一個地址 所以你一定要放在旁邊 如果沒有他就抓不到了 在相關應該不用改 再來 我們來試一下 我把這邊 按右鍵 指定一個聚集 這個聚集就是連結到 剛剛這個貼上的 這個副程式 當我按下他的時候 因為我設個中斷點在這裡 所以他會停下 OK 好停下在這裡 我們逐步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會跳出input bus 所以按 F8 我找 特別是要不要重複啦 因為我這邊 沒有寫那個房呆的 如果你查過再查 就會 就會錯誤了 因為你還要再寫一個判斷有沒有查過的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找那個 住在宗孝東陸的那些會員 宗孝東 OK 那按確定之後 這個時候input bus 就會怎麼樣 把 這個值丟給S 所以這個S裡面是宗孝東 那再來 我宣告這兩個 這兩個什麼東西呢 ADO DB 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剛剛沒有設定用項目的話 跑到這裡就叉叉了 就A row 因為你沒有引用 他就不認識他 引用了就認識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呢 要宣告他 宣告這兩個 也就是說我今天我要用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 這兩個什麼用途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建SS資料庫嗎 資料庫誰去連 就是這個 ADODB Connection 去連資料庫 那資料表 裡面不是有資料表 誰去連 Recorset 所以 這兩個主要用這個 Connection 資料庫 Recorset 資料表 如果沒有這兩個 就連不到 OK 好 再來後面有個set的動作 set實際上就是說 我現在宣告 這個是宣告 宣告 但是我還沒有 把它變成 物件 這個所謂物件說 我要在記憶體裡面 開個空間給他放 因為查白的東西你要地方放 所以我這邊就有個set set這個東西 MyCon 為一個new 基本上有new的動作 通常就是 在記憶體裡面 開一個空間 可以去存放 不然你查白的東西放哪裡呢 一定會先放在那個 物件裡面 再來怎麼樣呢 再丟回到Excel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我建立一個 MyCon 的一個 這個 ADO Connection 去連資料庫 那再來就要告訴他說 這個MyCon 有沒有 他要去open 一個資料庫的實體位置在哪裡 那實體位置後面這一串 有沒有 基本上 這是微軟提供的 就是一個驅動程式 這個驅動程式 就是一個provider 它的 版本 是12 這個我想 你們不用記 後面需要告訴他什麼 一個data source 所謂data source 就是你的資料庫的 實體位置在哪裡 那實體位置就在This World Book 一樣的位置 後面有個什麼 地址.accdb OK所以 如果說我們按F8 如果這一行 跳不過去的話 卡住 表示怎麼樣呢 他找不到這個資料庫 但是如果過了 表示他已經找到那個資料庫 並且怎麼樣呢 跟那個Connection連結了 OK 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呢 我要去查詢 所以怎麼樣去做查詢 由誰去查呢 就是藉由這個 MyCon 有沒有 這個Connection呢 它裡面有一個 Excue Excue 這個方法是什麼 就是 利用ADO 去丟給 SS 有點像 翻譯的動作 我今天就是 傳給他一個訊息 告訴他說 請你幫我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去查詢什麼呢 地址的這個 資料表裡面 它的欄位裡面 也是地址 關鍵字是什麼呢 關鍵字是 宗孝東 幫我查回來 那查回來之後放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Excue 查回來的東西 就放在哪裡呢 放在 MyRS 裡面 那這個 MyRS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Connection 所以查詢回來會產生一個 虛擬的資料表 那資料表的資料呢 它會暫時放在MyRS裡面 它規則還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怎麼樣 再來就是 建一個什麼呢 建一個新的工 因為查回來了 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那 我要怎麼樣放資料 特別注意就是 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OK 那這邊的話呢 按F 有沒有 這個時候 這一行就是 新增一個工作表 放在哪裡呢 放在最後面 並且把名稱改成什麼 忠孝東 所以這兩行 一個是新增 一個是修改名稱 忠孝東 再來的話呢 我就 這個其實應該不會 它會跑方旋 那就 把這些 跑完之後的話呢 他會 直接 先 先停在這裡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新增了一個 並且改名稱之後 那接下來 因為查完查出來的結果 他會少 少什麼東西呢 他會少藍位名稱 所以後面這邊呢 這幾行 這三行 主要是怎麼樣 把那個標題名稱 藍位名稱放上去 那藍位名稱呢 我分別放在 第一 列上面 分別是姓名 郵遞 居號 城市街道 這些 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什麼呢 利用 有一個叫做 Copy from Recurset 的一個方法 然後call到哪裡呢 call到A2 這個時候呢 他就幫我 放到A2裡面 把剛剛的虛擬的一個 資料表裡面查出來 結果 全部都幫我放過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A2裡面 所以A2 以後 這後面的資料 他就全部幫我放過來 放過來之後的話呢 最後郵標 再放在 再怎麼樣 切回到 第一個 工作表 那切回到第一工作表 就是SHITS 1.SLED 那最後的話呢 因為 我們的查詢已經結束了 所以要把連線給關閉 連線關閉 並且怎麼樣呢 Send Nothing 就是 把記憶體的空間 清除掉 因為如果沒有清除的話 他會浪費一些記憶體空間 OK 結束掉 那這樣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很輕易的 查出 忠孝東 他的這些相關的會員 住在哪裡 一樣的方法的話 比如說一樣的方式 你就按 這個查詢 這邊一樣 你就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直接來查 查仁愛路 比如說 今天我有 有些 會員 假設我希望知道說 有哪些會員 是住在仁愛路上面的 那輸入上去 按個確定 他就自動幫我查 查回來之後 放在底下 底下的話呢 有一個工作表 並且幫我把欄位放上去 資料call過去 所以將來你切過來看 有沒有 仁愛路的相關 會員全部都在這裡 出現了 OK 那其實有點像模擬資料庫的 方法 在ecell裡面 就可以很輕易的找到你要的資料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後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特別注意就是說 等一下把剛剛的程式 第一行 第一行的程式就是那個input bus 本來是註解 把那個註解符號拿掉 如果沒有拿掉的話 他就沒辦法查 那其實查詢界面 當然不一定 只能夠用input bus 一般我還會講到的就是利用那個 你當然可以設計一個工作表 上面可以填一個關鍵字 使用者就可以從那個關鍵字裡面去查到 也可以取得 關鍵字查詢 或者制定一個表單 其實他比較正規做法 你可以利用表單的功能 表單裡面當然也可以做什麼 做多重的查詢 因為其實查詢其實也可以查到很複雜 然後這個 做的其實可以跟用那個 Visual Studio 做的其實基本上也差異性不大 因為這些東西 基本上除了說在那個 VBA裡面用 早期其實我們主要是在那個Visual Studio那種 大型的開發工具裡面做 做法流程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或者是說網頁上現在動態網頁 ASP.NET 其實也是類似 用這樣的技術 在做開發 所以你們 我們只是把它轉移到 VBA裡面做而已 stär開發 3個月 0分 最終的 感谢观看